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2020年新年致辞 他表示全球在不稳定和不确定中进入2020年 全球的年轻人正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希望来源 古特雷斯在致辞中指出 当前世界面临多种挑战 包括长期的不平等和全球变暖等 古特雷斯说联合国支持年轻一代在塑造世界过程中扮演英勇的角色 古特雷斯还称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 联合国正启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十年行动 他呼吁年轻一代在2020年继续努力